我的幸福心愿是带着家人一起去旅游 来 请回 没旅过游啊 因为爸爸妈妈一直忙 然后还有 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就一直没有出去 想去哪儿 想去新疆那边 想去新疆 对 为什么是新疆呢 因为新疆那边 那个马场啊或者大平原啊 一直我爸爸想过去 是你想去新疆是吧 是新疆在你们心目当中 心里有什么故事吗 在打工之后呢 一直也是比较紧张 一直比较节奏比较惯 新疆人烟稀少 说我们一家人过去可以 出去玩的地方不多 也没什么概念 突然间孩子一下子这样 老师经常问我 我会这样跟他讲 来 我们来听一下五位老师 对于你们的故事 和心愿的解读 这个家庭呢 爸爸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针对他的女儿啊 在离开学校 走向社会 独立生存的时候呢 把他带着 自己能够独立地生存 我们长城康大医院呢 也愿意出两千元 资助你的梦想 来 图燕 干脆就去你那儿 去凤凰多好 他是凤凰古城听过吗 也听过 湘西那边是吧 有山有水 去他那儿 他是那儿总管一切全面啊 对 很高兴看到现在这么开朗的小莲 其实我想说 虽然你的身高和我们有不一样 但是并没有影响你自己 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赢得自己的幸福 然后你现在 有这样一个小小的 幸福的心愿 代表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 欢迎你们来到凤凰古城 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 去来看一看 另外一种诗和远方 你们到凤凰的 所有的食宿接代 艺术年展组委会来承担 欢迎你们 谢谢 谢谢王先生 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 这样的一家人 可能老天爷 曾经给过你们一些考验 但是我们看起来 你们非常的平和 非常的舒展 你爸爸用了一种 真的是去陪伴你成长 陪伴你打开心门 然后他帮你去找很多的办法 去让你变成一个快乐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父爱 是一种真的是不沉重 但是非常伟大的父爱 所以呢我也很希望 希望能够送给你一件 你梦想中的婚纱 希望你能够穿着美丽的婚纱 然后在爸爸的怀抱中 去走向你心爱的男人 祝你一辈子都幸福 加油 谢谢 谢谢老师 旅游去凤凤凰吧 去新家去凤凰 去凤凰 去凤凰 凤凰确实特别好 有山有水 好不好 来 祝你们旅途愉快 来 站在中间 现在爸爸慢慢地走 虽然陈寅怜始终保持着孩子的相貌和身材 但再也没有了儿时的自卑与迷茫 这一路走来 父母靠狠奇改变了她的一生 正是一家人的爱 让他们拥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 走